大家还记得两个月前我在路上被人追尾出车祸的事吧 美国的这工作效率那简直的 你看看这我的律师跟他保险公司拉扯了 这两个月终于对方保险公司同意了他的责任要赔钱 于是我就把车开到他指定的地方来修车 我以为那我车送去修了 他起码也得给我同样的一辆车给我开吧 结果对方保险公司就只赔我29块钱一天租车的费用 你说一天29块钱能租个什么车 于是呢我又来到了保险公司指定的租车行 你想洛杉矶1800万人口都有1600多万辆车了 居然还有这么多人需要租车 我就很好奇这些客源是从哪来的 美国租车呢很简单 就把你的驾照你的保险给他 他就领你去选车 我以为29块钱一天好歹也给我这辆SUV吧 结果他就领我到面前转了一下 让我开另外一台车走给我气的 大家觉得我29块钱一天租的这个车怎么样 Yeah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